過去的基本上24小時 在博澳和各國的元首和政府授勞 以致工商界領導人 大家講得最多聽得最多 亦都交換了意見最多的 是兩個我們國家在近年提出的購賞 一個就是亞投行 亦都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和一帶一路也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大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個購詩 大家都很支持這兩個購賞 我亦都向議會者介紹了香港的一個特殊 也就是說在一國和兩制底下 共同的優勢和可以為大家提供的作用 大家都比較認同和歡迎 所以在國家開展這兩個大的策略性的購賞 的同時 只要香港社會積極 我們拿好機遇 克服一些障礙 相信可以為香港日後的經濟發展 和社會發展 是帶來新的更加大的動力的 在譬如說一帶一路這個購賞當中 香港所能夠發揮的作用 不只是在香港本地 亦都不是香港優越位置的 譬如說我們興建基建的方面 我們可以在融資投資 專業服務業方面 我們可以作出英偶的貢獻 亦都撞大香港的產業 全面商人真的不爭 可保全依然有可能 陳真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